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往韭菜里面加入两勺面粉 出锅后竟然这么好吃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更没有吃过 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这个长得像韭菜的东西放入盆中 然后用流动的清水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捞出来 放入露篮里面控干水分 接下来把控干水分的韭菜放在案板上 先用刀切掉它的根部 这个根部有点老吃起来会塞牙 然后咱们再把韭菜改刀切成末 这里尽量切得稍微的细一点 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全部切好后给它装入一个大碗中 接着往韭菜里面加入两勺面粉 这个面粉的用量可以根据韭菜的多少来酌情添加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使韭菜都能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粉 最后搅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再往里面打入三颗奔鸡蛋 加入一小把的虾皮提鲜 再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胡椒粉 最后加入一点五香粉 不喜欢吃的可以不放 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里也要多搅拌一下 把面粉和鸡蛋搅拌至充分地融合 如果感觉有点稀可以再加一点面粉 如果太干的话就加一点水 这个可以灵活地运用 最后朋友们看一下 搅拌成这种稍微有一点浓稠的面糊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电饼铛 或者是平底锅都可以 用小刷子给它刷上一层食用油 先不要开火 然后用勺子舀上一勺面糊放入锅中 再用勺子整理平整 咱们给它做成一个饼状 这个饼尽量做得稍微的薄一点 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而且熟起来还比较快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全部整理好以后再开火 盖上盖子先给它烙三分钟 三分钟后打开盖子 再把小饼翻一面过来 再次盖上盖子 烙三分钟 煎好后再翻一面过来 继续煎一分钟左右 喜欢吃老一点的朋友 可以再多煎一下 最后把小饼两面都煎至金黄后 就可以出锅了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烙出来的韭菜饼真的太香了 关键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拿来当早餐也非常的不错 里面加入了虾皮和鸡蛋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就连挑食的小孩子都特别的喜欢 即便是凉了也不会发硬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